受预警侦查电子装备为主 希望台湾成为面向中国大陆一线的 对美国有利的军事支援的角色 重点是对中国大陆展开军事情报的侦查和收集的工作 看过片段是台湾在过去一周的最新的军事表态和军事动作 相关话题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传员宋兆文先生 从前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这次在大台北的无预警的防空演习 到底有什么针对解放军的假想和作战的演练 这一次这个无预警的联强防空操演 是对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一个防空测试 这两架F-16从花莲起飞以后 向东出海然后贴近海面30公尺高度飞行 然后这个翻越中央山脉 一翻越的时候我们这个北部地区 这个所有的这个雷达阵地 以及像天宫爱国者英式 就可以有一个连贯性的有一个战备 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个连结 就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 那这两架飞机翻过时定以后 以不到200米的高度 以850公里的时速直扑松战机场 用2.75寸的火箭跟急速炸弹完成攻击以后 那么经由基隆河淡水河这个超低空脱离 那翻越中央山脉的时候 我们整体也完成了一个相互的测试 那这次测试的目的啊是要看松战机场 点防御的它的效功效怎么样 当然是有缺点有缺点而且也半了人啊 那这个战就出去以后后面的海上的这个既得舰 以及我们在空机啊也完成了所谓追踪追击的这样一个运作 这是一个无意的这个战备测试 那么以后像这样的测试还陆续陆续都会有 好这是台北方向的分析啊 提到呢台湾的空军呢防备大陆解放军的空中的突袭和点穴战 说明呢对于解放军的空军的实力不断跃升 台湾是高度重视的 说到解放军的空军呢 最近中国的空军司令许其亮说呢 中国要发展未来是空天一体战 引起了西方的强烈关注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卫星实现了 在空中首度的变轨来避开碎片 而且美国说这是中国的军事卫星 看一个片段 据中国航太科技集团消息 中国的卫星日前首次成功的完成了 规避太空废弃物的变轨轨控任务 显示中国军方具备了精确测控调整 卫星轨道的实操和应变的军事能力 这次中国操控的变轨卫星的任务 完成的质量良好 轨道的高度误差小于4米 偏心率误差少于10万分之三 为形成中国规避碰撞的卫星反应机制 提供了首个成功的军事案例 据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介绍 在一个月前中国军方的监测网通报 一个空间的废弃物 在两天之后可能会接近 中国大陆某个敏感用途的 禁地拍摄的卫星 载轨运行的轨道 碰撞率的发生概率非常大 而一旦这个太空的可疑物碰撞了中国的卫星 对于中国的军事和相关科研影响相当巨大 中国目前有能力追踪太空可疑物的轨迹 同时也有能力实现自我卫星的变轨 而中国军方的空间科研机构 特别制定了卫星轨控变轨操作步骤 然后注入数据报 使到中国的卫星升高 卫星喷气若干秒之后 最终实现了变换轨道 中国的卫星变轨之后 安全的越过可能与太空废弃物 发生碰撞的警戒区 西方的军事界推测 这次中国大陆成功变轨的卫星 应该属于解放军第一轨道运行的 军事侦察摄像卫星 而中国军方的太空研究机构测算出 这片太空的可疑碎片 可能会碰撞到中国大陆的军容卫星之后 紧急调整了中国卫星轨道 这也显示 中国军方在太空上的太空战能力方面 具备了规避敌方 有意攻击的一定军事实力 香港有军事企业指出 美国和苏俄载轨卫星 包括军事卫星 比中国要多得多 而且美俄已经有了多次 应对紧急危机之后 变轨和调轨的技术相当的成熟 而中国才是第一次 而这次中国第一轨道运行的军容卫星 成功的避开了太空的碎片 在未来的太空战的时候 敌方可能会用更加精确的攻击武器 来撞击中国的卫星 就不太容易躲避了 而且美国在军事上攻击敌方卫星 已经发展到了电磁波武器 无形的软杀伤力的水平 据说美军也曾经对中国的卫星 实施过电磁干扰和电子侦测 而中国卫星这次首次调控变轨成功 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 这也显示中国解放军的太空战的实力 在不断的提升 不过解放军与美军的太空控制力比起来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好 中国军方实现首度 对于卫星的变轨的技术避开碎片 美国说中国的太空战斗力 有了新的提升 到底怎么回事 稍微回来重点分析 进去就是不断超越 世界级动力 为中国前行 东风康明寺 将相典范 红花篮 中凉祥云国际生活区 牙龙出血 肿痛 口腔溃疡 选对牙膏很关键 云南白药牙膏 含国家保密配方成本 用了真的不一样 口腔问题 找云南白药牙膏 爱上生活爱上你 我的爱三菱 北京现代 东北振兴再起风云 这是一片位于中国最北端的疆土 俄罗斯这个打击 灰色情况 有了一种 在08年的时候 终于黑虾子岛回归中国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中平 重工业 油田 大粮仓 这里还是风景如画的赛上江南 打工头呢 野鸭子在水面打工头呢 野鸭子叫声 问达披龙江省长 栗战书 无业神问达神舟 星期六 冻黄卫视中安台 黄牌大放送 中科院创建60年 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 重大科技成果 中科院科技工作者 对未来 并有哪些全新的展望 向科学进军 共和国60年科学往事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回到军情观察室 本周关注小点是 中国军方宣布呢 首度成功的进行了 卫星的变轨啊 躲开了太空碎变 美国高度关注事件 说中国的太空战斗力 有了新的提升 相关话题 请到香港的马锦琛 和在北京的军事观察员 宋小军 共同来分析下 先问一下马先生 这次这个事件 凸显中国什么样的 新的太空站的能力 这个卫星调轨显示出一种 高科技含量非常高啊 我们知道一个卫星呢 离这个地面呢 少则是一千几百公里 多则是一万几千公里 那么这一次呢 详细的资料还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这个卫星 在和太空垃圾相遇 48小时之前 就已经准确的测到 它有可能是落入了200米 到160米这个危险的区 那么这个测试 是怎么测试的呢 如果这个卫星是同步卫星 那么它是在一万多公里的高空 如果它是转 围着地球转的卫星 那么它的轨道 有可能是被 有一部分是被地球挡着 那么在大陆的中国大陆 这个陆基的雷达 它是怎样能够准确的判断 这两者 这个每秒钟七八公里的高速 宇宙速度 它这个碰撞的可能性呢 那这个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再有一个就是测试完了以后 地面指挥部怎样指挥这个卫星 利用什么技术来进行调轨 这个调轨只是微调 微调几十米就可以避过 这个太空垃圾的碰撞 所以这如果是运用在军事上面呢 可以进行这个反封锁 甚至是封锁对方的卫星 那就作为卫星杀手武器了加油 好 问一下北京的宋小薰 这次中国成功的进行这个避开碎片 未来在太空上 有没有可能也避开对方 别国敌国的攻击呢 同时在太空上 能不能用卫星攻击别人的卫星 我觉得首先这一次的调轨 在军事上的作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太空碎片的探测捕捉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知道在太空当中的这些碎片 并不是你自己能知道的 你要有很好的地面的大型雷达 包括你的激光系统 中国在2005年在这个紫金山天分台 已经成立了这个太空碎片的实时监测系统 同时中国在这个整个陆地上 有五个激光测据系统 那么这些系统